朝鲜问题是这次川习会的讨论重点 在过去的一年中 国际社会增大了对朝鲜制裁的力度 以回应其急速发展的核武器测试 这些制裁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周四的座谈会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我们现在连线记者尼亚来了解有关的详情 尼亚你好 好的 平章 那么在这次座谈会的讨论过程当中 专家对于制裁的结果进行了怎样的评估 是的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 联合干领会对朝鲜进行两次制裁 一次是在去年三月份通过的2270号协议 那么主要是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 针对个人实体经济和商业的制裁 那么在去年11月份追加了2321号决议 是对2270号决议加以补充 那么加大了对朝鲜煤炭出口和官员 在外银行账户设置的限制 那么决议也重新呼吁了六方会谈 那么就谈谈今天中午 也就是美东时间周四中午 在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座谈会上 那么专家们首先是对朝鲜近几年的贸易 和经济的状况进行的分析 他们都发现在长达10年的制裁下 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 那么朝鲜的经济是以2%到10%不等的速度在增长 那么具体到地区的贸易 这个韩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研究员金崇浩先生就表示 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对朝的贸易是持一个减少的趋势 然而中国对朝贸易呈现了不减反增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今天的讲话 我已经提到了中朝贸易数量的增加 当我们讨论这些制裁的时候 有一些对于中国方面的批评 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漏洞 根据数据 中国确实很活跃地参与到朝鲜经济当中 支持朝鲜的经济活动 是的 那么金崇浩先生表示 那么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否则这个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方式就要重新进行考量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程晓和博士 表示国际制裁肯定是达到了减缓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效果 那么但是他认为无法迫使朝鲜完全的放弃核武器这个目的 那么对于中朝贸易方面 他也是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二级制裁 那么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因此已经损失了近十亿美元 他表示不希望看到朝鲜问题准化为中美之间贸易之间的摩擦 那么我们另外还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安全项目朝鲜问题的专家吉姆沃尔施教授 也表示制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可以有多种目的 比如说受制裁方的对受制裁方的惩罚 比如说多方谈判的筹码以及迫使政权更替等等 那么这种手段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手段 那么风险较小 那么可能对朝鲜核实验的阻碍的目的达到了20%的作用 但这20%的效果相比较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战争的引发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效果了 平章 你啊那么专家们针对即将展开的这个川习会 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对美中双方都有怎样的期待 是的那么对此记者也是在会议结束 对程晓和博士进行采访与他讨论了这样的问题 那他就表示 首先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施行这个刺激的制裁 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也是非常不理想的做法 那么除此之外 他也是希望这次见面 使得美中双方的领导人都在重要的问题上能找到共同点 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点 但是他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么程先生的这个采访 我们对川普实在是没有把握 就是对他的观点 对他的政策 我们没有一个一致的肯定性的一个结论 因为他这个用推特发表了一系列 我们说批评中国的这个言论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川普的政府对华政策的话 并没有那么像他推特所说的那么激进 那么说反华 而且现在川普政府的我们说整个团队 现在还没有完全组成 所以到底我们说川普这个政府对华政策 对朝鲜政策 对南中美政策等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 我们说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们存有我们说一亿 所以的话这一次川普和这个习近平会谈 他们两个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之间 用台上的方式交换看法 我觉得这是增进他们彼此之间了解 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并为两国这个发展 就是关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 如何发展定一个调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够捐弃各种偏见 能够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 以及在最迫切的问题上 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故事 川习会对于朝鲜问题的更多讨论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报道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